Hello 大家好,今次拍炎野的流浪貓 貓女 這個角色其實也挺好用的,因為有妖精殺手和反傷 加上她的造型也挺可愛,所以有些人會把她的極運來用 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考慮一下,因為這關真的挺容易打 陣容方便,我帶了南瓜極運,紀伊和乾川,我們試一下水斐辣辣 其實我帶紀伊只是玩玩玩,因為她的絕招一下妙養 不過這關的主要陷阱就是反叢 如果有反叢角色,可以帶來 其實這關水碟也沒問題 來到這裡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因為這隻王是未中化的形態 輕鬆KO 一關入王,非常好,如果想刷極運的話就適合了 那就省時間 我看到兩隻復活怪,不用問怎樣做 但這個時候有些蠍子,非常麻煩 但幸好我帶了兩隻,一隻乾川,一隻水斐辣辣,兩個都是追蹤彈 非常適合這些蠍子 大家看到王有十幾回合的倒數,不知道什麼 因為轉鼓你都沒什麼機會看到 對,大家看到很大的圓形 因為我被妖精殺死,我這個時候發現 因為我的藍瓜和江川是妖精 即是說我有兩個角色被人欺負 其實我帶錯角色 因為這關的王是有妖精殺死的 所以千萬不要像我這樣帶妖精 即是藍瓜,江川,江天,暗天那些都是妖精族 建議你真的要帶一隻,不要像我那樣帶兩隻 但也要繼續打下去,沒辦法 對,這情況是鬥快,鬥快鳥大家 BOSS只有四行血,我們是幾二 嘩,無視反重,隨便撞一下也有八萬 不枉我這麼喜歡用伊伊 嘩,伊伊非常威,一秒隻王 只剩下小怪,收到尾就可以了 應該都沒什麼難走 儘量撞當江川和水灰辣辣 因為要靠他們最終彈打蠍子 要不然就會拖很久 有心,我先不吃 我先不吃 那我先清掉了,好在 來到尾以這行血了 仍然有蠍子,兩隻忍者應該是放反傷 我這關四隻都沒有反傷 那就...儘快KO他們 起碼殺一隻,如果只剩下一個反傷 嘩,糟糕 剛剛想說只剩下一個反傷就沒那麼慘 希望他不會L 兩個都在同一邊,非常好 水灰辣辣 穩陣一點 就有十一回合時間,應該一定夠 非常痛,讓他打一下 兩隻妖精殺,兩隻被他妖精殺手,靠他 我懷疑兩隻被他打到,可以 我懷疑兩隻只會放反傷 我懷疑兩隻只會放反傷 那我就不理他 可以了 那我懷疑兩隻只會放反傷 那我就不理他 好,四個絕招迎接這個王 我想輪流放都應該可以了 我都不想理他有什麼小怪 我懷疑已經好,一跑車馬都應該收了 不,我試一下埃家而不是一口氣 嘩,傳馬全都是 我需要浪費打的時間 OK 大家看到我帶鎖兩隻 帶鎖兩隻妖精都是這麼輕鬆 這隻真的非常容易打 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真的可以考慮一下極穩 它煩用性都不低 因為它有反傷和妖精殺手 我建議如果這隻容易打 真的有時間可以試一下極穩 這次來到這裡 拜拜